还记得年少轻狂那个纯真又美好的年代吗? 青年港都有线电视将举办港都生活节系列活动 不但有专业歌手现场演唱怀念金曲 还有上百份免费限量的串烧美食 最特别的是邀请到古物收藏家朱南山打造的复古街景 欢迎您12月2号到香蕉码头参加活动 品味港都悠闲生活 专业歌手清亮嗓音带来一首又一首怀念金曲 让人仿佛穿越时空 回到年少轻狂那个纯真又美好的年代 仔细一听会发现每首歌曲都和海有关联 高雄过去以海港起家 港都人的亲和与海派性格就是最迷人的一大特色 清亮港都永线电视身为在地企业 12月2号将举办港都生活节系列活动 传递美好生活的幸福理念 高雄市民能够走出户外 跟亲子间的关系做一个互动 下午的那一场 我们除了有丰盛的表演以外 我们还有一些游戏的一些活动 那还有练练古言的这个导览 那其实他就是有专门的导览员 带着大家去看看古迹 那大家听听故事 那晚上的时候就是一起到这个 我们的这个港边来享受一下这个美食 那听听音乐 董事长黄建全与新闻局副局长蔡秀玉 观光局副局长叶欣雅 及市议员黄淑美等多位贵宾一同敲钟 转动航海方向仪 搭配海螺船民 宣布港都生活节活动正式起航 对这边呢特别的有一种感觉 一种好像回到故乡的一个感觉 那我觉得其实电子媒体呢 不仅做到一个在一个本业上的一个责任呢 那它也护起了社会的责任 那去照顾更多的人 现在连我们的平常的生活也都顾到了 所以我给这个青年港都一百个赞 另外为了让参与的民众感受最纯粹的美味 12月2号活动当天将会准备上百份限量盐口美食 记者会上也特别带来蒜头玉米笋等串烧 让来宾抢先品尝 其实青年港都一直也是对社区的公益活动 非常的卖力 所以今年最后的一场 就是港都生活节 12月2号会在我们的香蕉码头 也欢迎各位一起来共享盛举 来体验我们的大高雄港都认识我们的高雄 那我们用旧有的元素 然后再把一些非常现代的一个铁道文化注入新的元素 所以这个地方来推动这样一个港都生活节 可以说是最适合的一个区域 所以我们欢迎我们国内外的好朋友都能够赶快 12月2号那天纠集很多的朋友到我们参加我们的港都生活节的一个活动 吃着串烤美食穿梭在热闹市集里 这就是早期高雄港边最朴实的生活形态 12月2号生活节系列活动 特别邀请到古物收藏家朱南山 在现场打造复古街景 欢迎大家带着爸爸妈妈阿公阿嬷 一同回到丹璇又美好的年代 港都新闻李嘉隆罗绍军采访报道